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做一期视频 一个是GPD温室 一个是红魔的巴普洛加游戏手机 然后呢玩的呢都是模拟器 塞尔达王国之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设备 一个是GPD温室的掌上电脑模拟器 一个是红魔巴普洛加那个模拟器 玩这个塞尔达王国之类 我两个对比一下 我看一下就是说哪个比较流畅 哪个不行好吧 首先我们就来使用这个同样的场景 来使用这个红魔巴普洛加来进行游玩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明显看到卡顿了 刚刚打得太低了 好像没有摄像头没有射到 我给大家明显的感觉卡顿 可以感觉到 有那么一点卡顿 好吧 那么这就是红魔巴普洛加 直接卡的散退掉了 好吧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GPD温室的表现 GPD温室明显的可以看到 还是挺司法的 好吧 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一来 我们一起去看 我们下一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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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刚刚有一点破阴了 是因为温暖的 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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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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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鍋